虽然一再呼吁大家端午节避免跨线市移动 不过根据台铁花莲站出估每天还是有千人返回花莲 这也让花莲的防疫中心如临大敌 提前在11号启动了设在花莲和玉里两站的快筛站 提前返向的乘客配合快筛意愿不一 我们一起来看看 南下列车缓缓进站 今天在台铁花莲以及玉里两大站启动的新冠肺炎快筛站 医护人员自我防护准备就绪 为返乡的乘客做快筛服务 经常要面对很多人 所以陈英心其实也给自己放下来 很放心 虽然政府已载呼吁大众 端午节避免跨线跨区移动 增加病毒传播感染的风险 不过还是有不少民众返乡过节 就台铁花莲站出估端节连假 每天约有千人返回 我们稍微做一些调查 我们的旅客量也是持续的减少 并没有因为端午节连假 然后返乡的旅客就增多的现象 在退票潮报真相 台铁盖估四天连假 单日平均千人抵达花莲站 相对到玉里站平均最多50人 再加上也有不少在地人也前来快筛 有南区四乡镇卫生所主任及在地诊所医师 共7到11名医护人力调配当值下 玉里快筛站人力与量能都足以应付 根据目前我们拿到的班次表 整个火车 因为大家踊跃退票的关系 最高的班次单车下来是26人 以26人的状况 我们目前的状况大概一分半 一分到一分半可以做一个的状况 我们会让最多的旅客也可以在半个小时内 可以离开车站 即便政府是呼吁端节连续假期 避免跨线移动 但根据台铁花莲站出估 每天将会有千人返乡 这也让花莲防疫中心如临大敌 分别在花莲站以及玉里站启动快筛站来把关 提供返乡乘客或自家返家的民众做快筛 端午节连假前夕 现政府在台铁花莲与玉里启动的快筛服务 乐于配合的乘客不一 现政府与台铁花莲站方面 也呼吁返乡乘客与乡亲 为了自身和家人的安全 真的要配合快筛 记者众格报道